我解放了 行马释放的感觉 刚刚在等她的时候 在盖上 可爱 打游戏 这里念着她喜欢吃什么 就吃什么 对对对 她们大会一直等在这 等她的时候 就是有问题 处理一下问题 然后有电话 边工作边等 我们公司实际上 有三天赔考价 但是因为一个萝卜 一个坑 你自己的工作呢 有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做 我看你们都带了小板凳 是一直等在这 对对 她们说带我一直等在这 对 聊天呗 到底是聊天呗 那能逗什么呗 打游戏啊 老年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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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给她买了这个吃的 这里念着她喜欢吃什么 就吃什么 因为一上午了嘛 毕竟还是挺浪费精力的 在那看了一下那个校门口 想象了一下她脱了什么样子 其实也还是看一些有关高考的话题 随机看的都快没见了 这是作文的 刚才也看到那个说数学 刚才的数学都在说数学的难 可能是 应该精细型吧 比如下午三点半考试吧 然后我们就得两点半上个闹铃来提醒她 那你们会就是每天一日三餐来准备好吗 都准备好了 必须准备好了 基本上送她之前都会问她准备吃什么 然后就准备好了 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我还是挺细的 因为我是属于放弃了很多东西 是陪读的这种家长 陪读妈妈 就整个高中心来都在陪读 排点看了一下 然后开车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骑电动车过来也看了一下 看了三天 做两手准备吧 那您觉得您这三天陪考的心情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变化完全取决孩子出考场的那个心情 他要就是走路的很轻松的话 就感觉发挥的挺好 然后我们的心也比较踏实 基本上第一天比较紧张 孩子可能也是紧张的 然后从第二天呢 基本上就是平常心了嘛 就正常状态 你在那天表演特别轻松 没事 因为他只去考 以后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确实是心里有点紧张 但我不会在他面前表现 跟爸爸想好明天的时候 他考完以后 然后有一个迎接他的一个仪式 一个力量吧 我是他最坚实的活动吧